同学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通常呢 我会坐在国学堂那张桌子的左边 但是今天呢 我会坐在右边 丁改呢 因为呢 国学堂已经坐了差不多两年了 从电台版到电视版呢 梁某人呢 希望作为一个总体的总结和复习 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请来了一位朋友 来帮助我们做习题 就是明轩同学 明轩同学呢 是国际台的一个著名主播 之前呢 和我一起我们在合作呢 他在做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呢 中间的十万个为什么解决 总是有很多的问题他来问 然后呢 我们一起合作很久 他对吴不凡也很了解 对我也很了解 国学堂呢 也是他在做制作人剪辑 所以电台版的时候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请明轩来呢 帮助我们做一个复习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明轩 对 明轩 就是你听我们的国学堂的时候 你的印象 徐文斌老师的你会听到什么 徐文斌老师主要是以拆字为主 他会讲很多我们以为认识的字 但后面还有一些很深的含义 徐老师呢 曾经讲过一个字呢 叫神这个字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呢 一起来复习 我记得当年国学堂呢 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开始的一场电台节目 后来历经轮回啊 来到大家看到这个电视版 当年在做电台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国学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只是有人说有这么个机会 你去找任何一个人 你感兴趣的人来做访问 那好了 我请到了一个徐文斌 徐文斌呢 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讲什么 我对中医那个时候一窍不通 在20809年的时候 那您怎么发现这位神人的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纯粹是因为呢 我的一个朋友治病 帮徐老师帮他在扎针 说这个徐老师扎得很好 那我就请徐老师来讲 当时根本找不到人 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徐文斌 当时是主要想讲一下扎针是吗 不是 就想 也不知道就想讲中医 想见了面之后大家商量一下 结果呢 当时桌子上正好放着 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皇帝内经》 我说那这样吧 必修课 是不是中医必修课 我觉得反正中医是必修课的嘛 所以呢 我就说 这样黄老师 那个徐老师 您呢就从《皇帝内经》开始讲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顺着文章讲的 我也不用去做提纲了 反正呢 这个提纲都在那里了 这个文章就在那里了 结果徐老师一开始呢就讲说 西在皇帝 生儿神灵 幼儿循迹 长儿敦敏 成儿登天 他就说呢 这24个字呢 就代表了整个皇帝的这个故事 24个字把一个人从出生 到最后登天整个讲完 我说So what 又怎么样呢 他说你有没有理议的 这个神字很有意思 神这个字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开始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字拎出来 作为国学堂复习的第一课的第一个字 因为我认为整个中国文化 是从这一个字展开的 神这个字 他说旁边这个神 我们都知道到底神是什么 说心动风动 因为我们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动呢 因为有地球在转 地球为什么转呢 因为地球要绕着太阳转 太阳为什么转呢 因为宇宙在转 那什么东西让宇宙在转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问 现在的天文学家也在问 霍金也在问 对不对 包括爱因斯坦可能也在问这个问题 那好了 中国古代的人 不知道什么东西令到这个世界开始启动的 就第一个力量 拍出来的手 后来都是惯性啊 转啊什么的 但是第一只手是谁做的呢 他于是给这个 引发了整个宇宙动起来的第一只手 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神 所以神只不过是一个指代 爱就是某一种的隐身万物的力量 所以我当时呢 借由这样的一个和徐文斌老师的一个对话的时候呢 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呢 我突然意识到了中国文化 所谓称之为叫神州文化 它的很大的一点在于 他尊重人们的念头 心念一散 振动四方 这个话呢 我几乎每一期节目都在讲 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后来呢 我讲着讲着 我自己也发现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 之所以能够做成一个这样的事情 或者不能做成那个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念头 而没有那个念头 庄子有一篇文章叫逍遥游 它里面有个故事 它说呢 有一天呢有个大葫芦 这个葫芦非常大 大都没有用了 因为那一般的葫芦 拿来用来装水 对 瓢水 但那个葫芦很大 大的可能比你五个名宣还大 坐船 当船坐 对 后来呢 他的故事的时候 把它做成了一个船 你可以抛开把它坐船 庄子说 你为什么不把它抛开来坐个船呢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 就没有看到一个船呢 所以葫芦还是在那里的 有一些人呢 因为心里面 就是对葫芦 界定为是一个瓢水用的勺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不符合 做瓢水勺的时候呢 这个葫芦就没有用 而一个心里面有船的人 他就会在一个葫芦里面看到船 所以呢 这个船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飘到后来 一个很大的一个半截的葫芦 飘在水上 它是怎么成为一个船的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葫芦 其实葫芦是一个机缘 更重要的是你内心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意识漏斗 我们创造了一个词 叫意识漏斗 原来是这样 就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发生 其实都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它一定要有前面有别的事情 或者是你的心情会改变过 或别的事情发生过 在你的心里留下了一些影响 才会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 包括很多父母去说自己 就是打骂自己的孩子 其实孩子可能每天 做了同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一秒钟 你为什么打他 你今天看到他 你觉得这孩子真不错 真聪明 但第二天你看到他说 这孩子怎么这样 这么捣乱这么调皮 是不是这意思 跟孩子没有关系 对 我曾经看过一个佛经的故事 说释迦牟尼问 到底为什么我们能听见声音 是因为这个琴吗 那这个琴放在那里为什么不响呢 是因为我们去谈他 OK 那如果琴也谈了 他也有琴也谈了 但是我们还是听不见 比如说他没有音箱 他没有下面这个一个音箱 没有个共鸣箱 或者没有关木板 也听不见 好了 有一个音箱 有个木板 还是听不见 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是笼子 对吧 假如这个人也不是笼子 你也谈了 他也有音箱 他也听到了 他还是听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听过琴 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 第一次听见琴声 他就不知道 这个声音和这个琴有什么联系 他就不知道这个叫琴声 对吗 就有如说 有一次我们在国学堂里面 采访了一个叫做 李子勋的老师 他说 当欧洲人把大轮船 开到了美洲的海岸的时候 印第安人看不到船 他们突然发现 有一些人架了一个小山板 就游到岸上来了 这些人就说 为什么你看不见呢 于是这些欧洲人 就带着这些印第安人 到了那个大船上 告诉他 这是个钉子 这是个帆 过了时间 他慢慢建立一个印象之后 大家意识到 这个东西是船 他们才看见船了 他们要是拿到一个瓢 拿到一个葫芦 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 就是说 实际上来说 我们后来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看见的一切 都和我们的意识漏斗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或者称之为 意识雷达 这个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观念呢 就是说 比如我有一次 我们家小孩出生了 那个时候 他现在一岁多 那个时候 他在一两个月 我有一天发现 他在干一件事情 看他的一只手 在看 太深刻了 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吗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 在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这个手是他的 是他的 对 所以他没有意识的 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是种种的 不断告诉他 这是你的手 他不断地咬 不断地观察 认识到了 他能够接触到 对 甚至最后 这个东西变成了 他大脑当中的 一个印象 一个印象之后 他才知道 这个手是他控制的 否则他连以前 连控制自己的手 他都不会 更不要说 意识到这是他的手 所以在他的眼中 这是没有手的 在一个婴儿眼中 是没有手的 他先知道 那个是刚才最开始 对 后来什么都不知道 连颜色都没有 对 所以很多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小孩子说 这是红色这绿色 他完全看不见 红色和绿色 我以为他是射王 把我吓坏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 每个小孩子 会都这样的 我才知道 那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没有颜色观念的 是慢慢学习 刚开始是黑白的 然后慢慢才有颜色的 甚至刚开始 连黑白都没有 有可能 所以什么东西是神 那到底什么是神呢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 稍后和梁老师 一起重新复习国学堂 保护色是生物净化出的能力 探路者智能防晒几乎一 光照变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探路者